字幕提供 cryptocurrencies 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6日 陶傑 最近一集我也有听到 就是说不要轻易去信人 又是教大家yes minister yes and no 为什么yes and no呢 你看看信什么 人家报天气啊十八度 我不信你 小事就可以轻信 重大的事情就一定要审慎之 审慎之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yes and no 你如果连人家说的小小事 你都不信的时候 那怎么做朋友啊对不对 所以小事情就轻信一下 又不会少了一块肉的 但是重大的事情 哇生死有关啊 你又真是 如果不是自身啊 父母啊 各样啊 思长啊 当今世上啊 有没有哪些 就真是信得过的人呢 那你是要做vaciting了 vaciting就是有很多东西的 英国呢 就讲到一个叫credit rating 就即是他往日做过什么啊 有没有一个history record啊 有没有一些利益瓜葛啊 有时他又真是做到实事 但是中间啊 有没有收不合理的管理费啊 这点 我们说在这个基金方面 other people's money 就有体验了 就是你又买到个基金里 那些基金是不是真是做到那件事情呢 可以跟你说 恒生指数的基金呢 即是盈富啊 今时今日就不是的了 不知点红点绿 点了你去买些什么 所以大家要买到买外国东西 港元 不是应该是英镑或者美金 不是港元 no reason for 港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单消息 第一单就是特区护照 没有人不要 要出动到哎呀 这个 哎呀我不知道哦 人酒茶梁振英那些咯 是不是要人交还那些 特区护照啊 新闻证那些 不记得 我都说了 你没有那个机制被人取消 没有机制被人取消 但是有机制被人申请啊 九十万人特区护照过期啊 又未逐领哦 占流通量呢 大概一成半 一成半你用什么那么害怕啊 哎 不过BNO申请也好像是一成半 有BNO我都用BNO旅行啊 花鬼特区护照吗 是不是这么说啊 哎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啊 所以 派出一架天空的蓝啊 还要那架这样的车仔 入警署啊 等你流动申请 拙一声就有的了 给不给几百元去赚 如果你不是需要特区护照的话呢 真是不需要哦 干嘛无故让给几百元去赚啊 平时的核酸啊 赚不够他啊 啊 那些莲花清瘟是不是啊 对月线金安片赚不够他啊 所以 no reason for 特区护照哦 只要你不需要用到特区护照你就旅行那些各样 你就B&O去玩啦是不是 身份证出境啦是不是 入到境就可以啦 哇 别的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哎 真是 哎都没人要啊 你泄露了国家的秘密 你知道吗 秘密 龟密 什么都好啊 为什么啊 我之前就给了一条好招他的 我说英国推出B&O啦 你反制 反制是什么呀 你不是不承认B&O那些嘛 这些没有实际的效果的嘛 只不过是你下了道气 你真正应该推出的是C&O嘛 推行你的大湾区计划 这个China National Overseas 中国海外居民护照 看下哪个新领 那你两者 有一个control experiment 不要运为一谈 大家看到的时候 那就知道你这个东西受不受欢迎啦 我是给他一条这样的招他 但是过了一年多两年了 他又怠慢我啦 又不参考我的意见啦 给他好招他又不懂珍惜啦 是不是 甚至乎 开放有个包钱钱 哇 请出包大人展护卫的弟弟 啊 展护照 那你又可想而知啦 那没办法啦 大佬 你的生活成本走过去 最低工资 九元鸡人民币啊 不是英镑啊 哈 九元鸡 五保一金 哇 似乎黑强真的哦 说的东西 是对的哦 他就说 中国啊有六亿的人生活在呢 一个月一千元人民币以下 我想问的就是 那六亿人一千元人民币以下 有几多 啊 九元鸡你算了多少钱 嘿 我也不懂算了 够不够饭吃啊 他们 十四亿人的市场原来是十四亿就是红七公 我怕你电话都不够买啊 小童仔 啊 演不到片啦 澳洲那些不送啊 那怎么办啊 找毛巾的哦 是不是 还是找树叶啊 树叶你小心生虫哦 有些虫虫的话呢 啊 怎么虫虫的 虫虫捐 捐了入个 AB眼 旁边那只 那样 那BB仔会好痕的哦 到时就要找大湾区的医生啦 是不是啊 啊 用AI治疗法 AI可以识的这个 AIBI又好啦 或者CI啦 中国人民呢 啊 为什么蒙兽这些劫难 因为他将一个政府啊 啊 和一个统治者之间 那个角色混为一谈了 政府呢 是应该人民授权 那才叫政府 是应该为人民谋福祉的 哎 留意啊 是行动上为人民谋福祉 把嘴怎么说的 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他没有说到自己为人民谋福祉 但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呢 我们OK的 欢迎的 但反过来就不行哦 你答应了那些东西不对现 这些叫骗案了 于是乎 那这些叫统治者 沙皇皇帝啊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率土之笨莫非黄神 因为呢 很简单 如果他是一个皇上的时候 皇上万岁那些 那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拥有物 爱之欲其生 污之欲其死 你是没有人权可言的 只有皇权的 有皇权没有人权 那意思就是这样 于是乎 我们说私有财产的产权是怎么定义的 他有权转让 有权去使用 有权去租借 简单说就是怎么玩都可以 这些就是皇权了 是没有那种驱促 可以去制约这些皇权 这个Matterkata的时候 都有讲到大宪章各样的 你怎样去制约军权 没有的 中国就只有军权 没有这个民权的 但是你说是否中国自古以来 都没有民权的思想 当然不是啦 孟子也有说民为众 均为轻写即斥肢 但是他又搞错了 变成了写即斥子 就是他当你是去大号的时候 袁国勇 大号也好 小号也好 的时候 拿来那几格 这样舒服一下 就冲走他了 另一宗要讲的 当然是这个教育界 蔡若年 我不是去分析去讲过什么各样的 我是在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蔡若年就说到 学生、老师、移民各样 就不代表是不满本地的教育系统 这点说就很不负责任 你说如果不是学生教师的话 不关他事说得通 学生教师 他自下的 不过这句就厉害了 等同这个罗范昭勋 就是医馆局范鸿 那个我不记得姐姐还是妹妹 都是这么老 那我们不是只是为批评而批评的 会给他一条好招 我条好招和他那些好招是互相夹杂住的 就是都有这个前后呼应 但是呢 我又觉得他是没有那个细节 我给他一个细节而已 那蔡若年这里说生育率低 才是很大的因素 那个学生流失严重来说 我是同意他的你想下 不过除了生育率低 你生了出来 然后他语化升仙的 因为个母亲教育不当 给他太大的压力 拐母妇丝子没了希望 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大因素的 香港的学童语化升仙率是 全球数一数二 这么大压力的地方 青年轻则社会轻 蔡若年就走出来说我们不行的了 青年衰退则社会衰退 所以这里呢他就说出了 共产党治下 哎呦原来这么大 洩漏国家机密他有 那同时间他就说 哎很多原因的 学童那些没有了的那些人数 出生率啦 或者是这个疫情啦 移民啦 家庭移民呢 就并非不信任香港教育 因为不关他事嘛 他说完是不是 如果他说哎的而且是香港教育 那就没有他的角色了 他没有得继续推行自己那些政策的啦 那现在不关这个事的 让我做好香港的教育他啦 那那怎么啦 那些人自然会回来 很欣赏你的教育制度 但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方法解决先 你没有嘛 那他的角色在这里是什么 不关我事的 那就算了啦 喂没有了 学生教育局是不需要存在的 我敢说对不对 不是都要制定 哎呀无乖乎啦 有很多大湾区的学生书入 澳门福建等等的学生书入 是啊 DSE可以入面考的啦 现在哦 原来未来有一群一群的学生书入 讲普通话的啦 是吗 那蔡若年这里又说到 外国会放宽很多移民的门栏 都是一个诱因啦 这个是pul factor 但是很多的家长 就未必好了解那边的教育制度 所以呢 其实没有comparison 他们对香港的制度就 亦未必 may not be 就是他说可能不是的 或者啦 未必完全是的 有条件相信 未必是的 就说那些家长未必是 对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不满 我退一万步说了 平时都很不满啦 还需要移民才很不满 你还要改来改去 越改越不满 还是越改越满意先 你想这个问题 好了 但是呀 我们讲新衣 这个是education 是吧 新衣 这个是皇帝的新衣 新衣 他这些国安大功 各样那些 拎拎拎拆 他不一定是勾结外国势力 我这么爱郭 英文不合格 是那个老师不对 英文老师你举报他对的啦 Anyway 讲回这里先 你都要解决问题 我就想到两条绝拨 给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有一条条和他重叠了 未必说是新措施 讲个数据,2021年9月中小学生,就同比来说一年间少了2.5万人 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年考DSE大概6万人左右,2.5万人你自己计算吧 但他不是一届走,你说的是12年免费教育,总共那些学生走,逐步逐步来吧 有些人就说已经停止了,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我期待的就是很多人奔向民主自由 觉得外国的地方,衣食住行至少照顾到你,基本不要太大贪,你不是炒炒共的为求生活,有个家等 尽早不要跟他疯,及早离去就算了,叶天讲的,是吧? 但有很多人,没办法,很爱香港这个地方土地各样,难尼难舍共存亡 你有心理准备就OK啦,知道了风险各样一切,倒一铺,我们来倒一铺 但是呢,说回蔡若连,怎样去应对啦,有两个方案是提供给他的 我们这些听藏师,是吧? 第一个方案,没错,就是我们的小班教学 而这个小班教学,很多人就说到不着边际了,觉得小班教学,就是叶建元那些 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保住老师饭碗啦 但我的小班教学很简单,我指应该是一对一 什么叫一对一,一个老师就派发给一个学生,这样去配队 一对一,一比一,完全小班,因为学生都走了 若然再淘汰人出局的时候,恐怕就没人再比赛了,是吧? 一比一这个小班比例就perfect 好,第二个方案,提供给他的錦罗妙计,蔡若连 不是叫问米娟,问回他的儿子上来 他青年事务不要搞,不是这些 而是讲紧了,另一个措施就是更加开放香港的教育制度 比这个大湾区也好,福建上海,有条件引入内地生 走来香港这边读书,引入,你要学生而已嘛 以目标为目标,以结果为结果,那你只要有学生动力就行 甚至乎阿达哥,吴曼达,都可以是夜校学生 又或者他加入中学的团队都可以,中六 啊?有胡桑的这个中六学生,是吗? 不行啊?留班五十年,涂学威龙啊 又或者给些免费福利那些三万,三万个 就不要只是烧饼部队学校了,叫他们进驻香港学校那里 有好处的,至少那些不只是会玩这个白色的粉末啦 又或者不要去拍别人群下的那些春天的风光啦 就是春莹那些啦,让他们有些小孩学一下数学 不过不排除一加一都不会计啊 这两条绝招,就解决到香港的教育问题了 教育问题又解决了,教速就解决不了了 啊,这东西很厉害啊,蔡若莲,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